新港区楼楼楼核实中心 每一季都会替试团 入身搭造核实的课程 让中部的头盔律动 出港的项目 开发中间核实的心 就是外交流 外交流的精神 新港区楼楼楼核实中心 每一季都会用心 整个是核实的课程旅用 让试团套过律动 做出港的项目 开发中间核实的烈心 今天我们在深港乐理学中心 那我们就是安排的这个 就是敲拓的课程 那就把它变成是一个天然的花布 那在这个过程中 就是我们请长辈到 就是他们所居住的地方 然后就采取一些植物 在摘取这些植物的过程中 其实他们一方面也可以 跟一些邻居有一些互动 长辈他们在敲拓的过程 其实他们也可以去选择 这个花卉它是否适合在 敲拓的材料里面 因为有一些花卉其实它比较湿 那长辈他们就会去做一些分辨 那一方面可以刺激长辈 就是一些首脑协调的一个部分 六年中心的中部的 在老税记得之下 拿着剃腿就开始讲 用人间专注的台刀 完成嬷嬷个人风格的創作作品 很认真的锤 很认真的锤 好 啊你这个有没有什么意境 没有耶 有 但是配色要很重要 感觉很新鲜 昨天晚上有上网去查一下 觉得这个很好哦 因为以后可以做包包 也可以做芳香包 也可以自己做衣服哦 感觉很新鲜很好 但社会老师表示 一系列的客厅以怀骨为主帝 参照是植物超拓篮这段课 除了让中部的青春完成 拓篮作品以外 又找来严生草 让他们中文学校时 严生草有大色有戏 看到中部的真人心 买重金八千石 两后找其他人有大色的欢喜无憂 仅是回去做嬷仔细节的看着施工 真正都是外交流 外交流的路人精神 到中华新闻也方有 新港采红报道